青椒炒肉丝制作 所需配料 鸡胸肉一块,约200克 青椒两个,姜一片,大蒜一半 盐1分1茶匙 料理酱油1分1汤匙 料理米酒1分1汤匙 胡椒粉1分1茶匙 玉米粉1汤匙 食用油2汤匙 制作流程 将鸡胸肉洗干净 切成丝状 加入盐,料理酱油,料理米酒 胡椒粉,玉米粉拌匀 腌制10分钟 将青椒洗干净 去紫切成细丝状 将和大蒜切成末 备用,烧热锅 倒入2汤匙食用油 放入姜末和大蒜末爆香 将腌好的鸡肉丝倒入锅中热炒 炒至变色后 加入青椒丝继续炒1-2分钟 加入适量的水 盖上锅盖煮熟 继续翻炒1-2分钟 让汁水收干即可出锅 将青椒炒鸡丝装盘即可食用